这秀文一连十场的演唱会,今日终于进行到尾声,而由苏永康、张卫健、许志安、梁汉文四位老友组成的港版纵冠线,也作为表演嘉宾现身当场。 而当晚观众席上最为闪亮的并不是三密的应援物,反而是写有安自的一块灯牌闪耀全场,引人侧目。 Big Four组合一亮相就以搞乖的装扮、幽默的语调将气氛顺利搞热。 许志安身背金光闪闪的金属双翼,而苏永康则头戴聚满星光的高顶礼帽,梁汉文腰间伸出无数闪亮的触手甚为恐怖。 而张卫健也不甘寂寞,头顶金光闪耀的假发魅惑登场。 1,2,3,Boofla!! 1,2,3,Boo!!! 再次 GLORIA!!!! 我会拿 од架的,大家跟公司得到。 但是 但是現在在我手上 這張信息就是 公司說你們可以買是七折 我一折都不要 一百零五折張我買了一萬折 支持你 謝謝… 劇本梁洛詩今晚也現身觀眾席 但他此行頗為低調 只在朋友的配偶下駕車前來 演唱會結束之後並未現身 只有其朋友在場外出現 見到媒體及向大家微笑直溢 三米的演唱會場場嘉賓各不相同 卻都是圈內文明的大腕 今晚他們也在台上公開了 對於三米的一些心理話 讓三米很是感動 當問到嘉賓中最感謝誰時 三米表示每位都是他所真愛的朋友 沒有特別一說 對 我非常感動 因為基本上每一個晚上來撐樓的朋友 都是我真真很喜愛的朋友 那今天晚上看到他們在台上公開 對我說一些心理的話 讓我在台下我在換衣服的時候 也感受得到也非常的感動